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2024年巴黎奥运会 截至北京时间8月11日凌晨 第15个奖牌比赛日结束 中国代表团强势发挥 新增6枚金牌和1枚铜牌 总成绩39金 27银 24铜 金牌及奖牌总数皆超越上届 38金 32银 19铜 此外 中国代表团在金牌榜上超越美国 再度升至榜首 举重一金 第34金 男子102公斤级 刘焕华 中国举重队 联创佳绩 拿到本届奥运会第4枚金牌 男子102公斤级争夺 刘焕华强势表现 抓举环节三次试举全部成功 以186公斤排名 抓举第一 停举环节 刘焕华220公斤开把成功举起 尽管后面尝试228和233均告失败 但刘焕华仍以总成绩406公斤夺得金牌 艺术体操一金 第35金 团体全能郭琪琪 郝婷 黄章嘉阳 王蓝静 丁心仪 中国艺术体操队创造历史 夺得艺术体操项目奥运首金 团体全能决赛争夺 中国队派出郭琪琪 郝婷 黄章嘉阳 王蓝静 丁心仪出战 第一场五圈操拿到36.950分 排名第一 第二场三代两球达到32.850分 排在第三 总分69.800分 排名第一 夺得金牌 此前在预赛中 中国队以总分67.900分 排名第五 顺利晋级决赛 预赛包括两轮 第一轮是集体五圈 中国队的成套共生共武 以难度分21.000分 艺术表现分8.300分 完成分6.200分 总分35.500分 排名单向第五 第二轮三代两球 中国队的成套凤鸣灵骁 以难度分17.900分 艺术表现分8.300分 完成分6.200分 总分32.400分 排名单向第三 最终 中国队以两项总分67.900分 排名第五晋级 艺术体操是一项将音乐 舞蹈等艺术元素 和体育运动结合的体育项目 被称为地毯上的芭蕾 东京奥运会 中国艺术体操队获得集体项目第四名 一举创下境外参赛最佳战绩 当时的主力队员 游欣 郭琪琪 就是上海培养输送的优秀选手 巴黎奥运会周期 游欣退役 郭琪琪继续艺术体操生涯 2023年8月27日 在西班牙巴伦西亚举行的 2023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中 由郭琪琪 好庭 王南静 蒲燕竹 丁心仪组成的中国队 以36.550分 获得五圈单向金牌 和集体三代两球项目银牌 两项总分排名第一 这也是中国艺术体操队 首次获得世界冠军 跳水 一金 第36金 男子十米跳台 曹元 中国跳水队创造历史 包揽跳水项目的八枚金牌 男子十米台决赛争夺 保将曹元的表现始终比较沉稳 面对日本小将 预警路斗的连续高水平 表现施压 顶住压力始终压过对手 曹元稳定发挥 夺得金牌 成功实现未免 机身奥运四金选手行列 巴黎奥运会上 中国跳水队开启传奇的一届奥运会 巴黎奥运会 中国跳水队首枚金牌是诞生在女子双人三米跳板项目中 陈奕文 昌雅妮搭档夺得金牌 此后 男子双人十米跳台中 杨浩和练俊杰携手夺得金牌 女子双人十米跳台中 全红缠陈玉希搭档夺冠 男子双人三米跳板项目中 王宗元 龙道一搭档夺金 跳水项目的前四个双人跳项目中 中国跳水队包揽全部四枚金牌 担任项目开始后 中国跳水队在每个项目中均派出两人参赛 形成对金牌的双保险 女子担任十米跳台中 全红缠成功未免冠军 陈玉希夺得银牌 男子担任三米跳板中 谢思义未免成功 夺得金牌 王宗元 获得银牌 女子担任三米跳板项目中 陈奕文 夺得金牌 昌雅妮获得铜牌 在奥运会的历史上 中国跳水代表团一共夺得55枚金牌 狂甩美国跳水队7枚金牌 成为奥运会历史上 夺得金牌数最多的跳水队 创造新的历史记录 巴黎奥运会上 中国跳水队一共夺得8枚金牌 三枚银牌和一枚铜牌 创历史兴高 乒乓球 一金 第37金 女子团体 陈梦 孙颖莎 王曼玉 中国乒乓球队实现五金包揽 也是创造历史 女子团体决赛争夺 中国女团在手盘险些丢掉 陈梦 王曼玉组合 以3-2惊险过关 此后 孙颖莎直落三局完胜平言梅雨 王曼玉以3比1击败了张本美和 中国女团3比0击败日本 夺得金牌 实现奥运五连冠 通过这场团体赛决赛 中国球迷认为 日本队确实有进步 只是日本队想要给中国女拼 造成实质性威胁 应该是非常困难 孙颖莎和王曼玉正处于当打之年 不出意外的话 下届奥运会可携手出战 连内出战单打比赛 甚至大概率将会是女单决赛 未来 中国女拼就看除了孙颖莎和王曼玉之后 有没有第三位实力超群的名将冒头 综上所述 中国女拼夏季奥运会继续称霸 包揽女子单打和团体赛金牌 没有什么太大悬念 花样游泳一金 第38金双人项目 王柳亦 王谦亦 中国花样游泳队强势发挥 包揽团体和双人两枚金牌 双人项目争夺 王柳亦 王谦亦的发挥出色 技术自选阶段获得276.7867分 排名第一 自由自选阶段289.6916分 排名第四 总分566.4783分 排名第一 博得金牌 领先第二名英国队 7.9416分 十日 这对姐妹花带着羽莲风格 截然不同的豹 出现在双人自由自选赛场 相比莲的柔美 豹展现的是速度与力量 尽管成套动作的难度并非最高 但王柳亦 王谦亦出色的完成质量和艺术表现 帮助他们拿到289.6916分 排赛自由自选比赛第四位 加上双人技术自选拿到的276.7867分 中国组合总分排名第一 最终博冠 英国组合和荷兰组合分货银 同台 在自由自选比赛中 英国 荷兰 希腊等组合都拿出了难度系数较高的动作 赛后 王柳亦和王谦亦坦言 主要对手的动作难度系数比预料的高 所以从比赛前一天晚上就在做心理建设 因为自己的动作难度已经无法改变 只能依靠完成质量 当被问及想用哪个词形容本届奥运会两人的征程 王柳亦和王谦亦一口同声圆满 拳击一斤 第39斤女子75公斤旗李倩 中国拳击队又传捷报 连续三天斩获金牌 本届奥运会以三斤二银收关 女子75公斤旗争夺 老将李倩在前两回合积极主动压制对手 四位裁判判定李倩获胜 第三回合李倩减少主动进攻 李倩最终以4-1赢得比赛 四届奥运争诚终于实现夺金 首回合比赛李倩便取得了5-0的领先优势 第二回合过后她的优势扩大到9-1 这意味着只要她在第三回合不被对手击倒便可以获胜 第三回合阿特依纳比龙虽然取得了5-0的比分 但最终李倩还是9-6赢得本场比赛 从而成功夺金 这枚金牌也是中国奥运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得到的第39枚金牌 从而超越了东京奥运会的金牌数 高尔夫追评历史最佳奥运战绩 同台女子比赛林熙渝 女子高尔夫球比赛 经过四个回合的角逐终于结束 中国选手林熙渝发挥出色 以总成绩281干 低于标准干7干的成绩 总排名第三获得同台 追评中国女子高尔夫球历史最佳奥运战绩 一若宁以总成绩284干 低于标准干4干的成绩 并列第九名